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豆條 今天又拍大約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最新資訊 這節會和大家說說利物浦在國際賽日之前 中間和快結束之前 究竟雙方情況是怎樣的 Express做了一個合集的報導 利物浦在雙兵困意都相當嚴重 包括雲迪迫克、祖高美斯、法賓奴 TAA的Tren Alexander 全部都在近排的情況受傷 再加上他們的左閘 Robinson也是在國際賽日時有一個Hamp String的問題 除了以上的受傷之外 Sara很大機會踢不到 未來對利斯特城的比賽 為甚麼呢? 因為這位埃及前鋒正中了招 剛剛回到埃及鐵國家隊 現在說28歲的Sara 有少少 病症而已 但現在也是在隔離 他希望 可不可以復原則徹 有一個 陰性的測試 可以回來踢 利斯特城那場球 埃及那邊 衛生部 發言人 就這樣說 其實 如果他星期四 有一個陰性的反應 測試可以回到英國 Sara 現在在一個地方叫Algorna 的地方 正在做他的隔離 星期四會再做一次測試 這位衛生部發言人說 我估計 應該是陰性反應 相當機會大 但是 尤其是球員的 徵狀不是很明顯 利物浦球會已經跟他們不停溝通 也在看Sara的現金情況 他們的醫療人員也同意 他 會去Algorna的地方 隔離 主要星期四 測試陰性的話 他會馬上飛回 利物浦球 但始終因為英超的條例 李斯特城 現在在榜首 那場球應該踢不到 這就是英超的條例 所以 利物浦 Sara那場 那場球應該不行 如果他陰性反應 李斯特城之後的球 他就可以踢回 OK 另外 原來利物浦也可能有 比較好少少的消息 在隊長 Jordan Henderson 和羅伯晨 有機會 在里城那場球 可以有機會復出 因為兩人都 之前受過傷 究竟現在是否復出得切 就要看看 因為羅伯晨代表蘇格蘭上陣 剛剛那個星期日 就有些 但 有些問題 但 這星期可能 對式列場球已經可以復出 不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 利物浦隊長 在星期三的比賽 沒有踢到 到底是否已經可以復出 這亦有可能性 這亦有可能性 另外 TAA Train Alexander Arnold 始終可能要幾個星期才能復出 受傷 所以 他們對著里斯特城的情況 很大機會 Joe Gomez 和雲迪 都 未必 可以說 即是沒有了他們兩個 究竟 會出什麼人打中堅呢 這個我相信 會考起 利物浦領隊 高普 這節的節目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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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